三种利益 在本经上说的 真实知己 真实智慧 真实利益 真实知己我们很难懂 可是真实智慧跟真实利益 我们不难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一心专求往生 这就是真实智慧 智慧的选择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有这样殊胜的缘分 每一天都能清静设放 一切诸佛如来 每一天都能接触到 无量无边的法门 那是广修多文 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 专听他老人家一个人讲经说法 那是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跟广修多文 同时 修习 别的地方走不到 只有阿弥陀佛这些 阿弥陀佛的威神 在这个地方呢 展示他的神通 没有他的神力加持 我们哪有这种能力 怎么可能清静 一切诸佛 所以深到极乐世界 甚至于门还现在还没深 我决心下了 我真干了 我除着这门其 这一门之外 其他都不要了 这就是 与弥陀本事相应 虽与弥陀 虽然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 住在此处 此时此处 还是一个凡夫人 居夫就是烦恼没放下了 带着重重烦恼的这个身体 但是你也等于 诸真定觉 为什么呢 你决定往生 只要你一往生 你一生决定成佛 决定成佛 这个意思 我们不能不懂 你看大臣里面讲真定 法身菩萨才有啊 别教里面 实地是法身菩萨 三行还在四身法界 那不算真定觉 念佛人 下定决心 什么都放下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要往生西方基罗世界 这一念 就是正定决 决定不改变 要知道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戒引 八万四千不同的根性 总是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 佛度众生 唯一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你早一天成佛 那么尽忠法门 是早一天成佛的第一法门 这个法门你不能接受 才跟你讲别的 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 别的法门还得生生世世 为什么 烦恼一生断不掉 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金宗法门的书生 烦恼断不掉也能往生 叫待业往生 书生在此地 就已经成劲了 正确换ตい了 只要༴有阴 因为累一般 是6分钟的人 全部没识到